好看完林毅全的這個新人王 NALABB之後 其實許佩儀你也當過新人嘛 那當新人的時候 畢竟是比較緊張 不過還能有好表現是不簡單 但是剛剛你把波士頓講成波特蘭 這不像是一個資深主播應該有了表現 來解釋一下 你今天為什麼心事重重從沒不轉 我沒有心事重重 純粹只是下午 我們去拍那個兄弟像去廟裡面 真的那個香燻到也不行 然後出去的時候 坐了一台很冷的繼承車 所以早就頭痛到現在 不過這是許佩儀的理由 但是你相信嗎 其實我有一個更好的答案 今天是什麼日子 許佩儀你知道嗎 今天是什麼日子 今天是3月15號 你對這個日子有沒有一點特殊的感覺呢 沒有對明天比較有感覺 是嗎 其實我們今天就很有感覺了 因為今天是 許佩儀29歲的最後一天耶 不能講二九不吉利 明天就是許佩儀30歲生日 所以 我們要提前幫許佩儀慶生 好不好 謝謝 祝你生日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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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對 要感謝許佩儀 從25歲開始 待在我來的體育新聞 把人生最精華的一段青春 奉獻給體育新聞 現在是不是可以請許佩儀 祝願 吹大燭 好啦謝謝 我真的很希望 要說出來 好要說出來 我真的很希望再回到25歲 可以嗎 謝謝 謝謝大家 是我現在要做Ending了嗎 對要把崔大廚 然後還有你還有三個願望嘛 因為第三個願望不能講 那你這個 前面兩個願望 你要講出來 好 那就是 我剛剛講 我好希望回到25歲 這是第一個 對 這是第一個願望 那第二個就是 希望大家健康快樂賺大錢 這未來體育新聞組的 你竟然沒有講 未來體育新聞收視長紅 可是我覺得賺大錢 身體健康比較重要 好那是不能說的冤枉 那是不能說的冤枉 來談談29歲 最後幾個小時的感想 最後幾個小時的感想 以前都在看人家要滿30歲 我都問人家30歲有什麼感覺 我現在終於可以體會 就是很害怕的感覺 感覺30而離 好像要更負責 更成熟一點 那說說看吧 這5年來在未來體育新聞當中 你有哪些的這個心酸血淚史 心酸血淚史哦 應該是前一兩年比較 比較那個 會會比較害怕一點嗎 現在就是有比較可以投入 就是樂在其中 前一兩年真的是很辛苦 真的嗎 那現在有比較好嗎 現在有啦 博士頓跟波特蘭 有比較好嗎 精神有時候會比較不好一點 好我們這個蠟燭快洗了 我們讓這個 許培趕快把蠟燭取掉 謝謝謝謝謝謝 謝謝 謝謝大家 對好 許培這麼多人來幫你清晰 我們真的還在Live嗎 對阿 是阿 是阿 對對對 你以為我們是整人節目嗎 哈哈哈哈 對 不不就可能吧 對最後再跟大家說一些 有沒有什麼心裡面比較感謝的話 有沒有要感謝爸爸媽媽也好 或是感謝長官的照顧啊 好我真的要非常感謝就是 未來給我這機會 這是真的啦 就是讓我 真的可以在這邊工作很開心 然後遇到很多朋友 就是 對就是很難在工作的時候又可以交朋友 我覺得這是在未來 真的尤其是未來體育新聞 唯一可以 做的 對就是可以達成的 真的很多 阿我要講什麼 重點是在未來體育新聞真的很開心 就這樣 對可能許培怡真的是下午的時候被這個 香阿 還有人氣都已經熏到有點這個神智不清了 不過還是要 對 很恭喜許培怡 啊 即將要邁向人生的另外一個階段了 30歲啊 謝謝謝謝 我們真的還在Live喔 是啊 哈哈哈哈 所以現在要Ending了嗎 對我們要請 美麗大方的許主播跟我們說一聲 生日快樂 趁著29歲的時候 趕快為今天做一個完美的Ending 好啦 感謝大家的收看 也謝謝大家的祝福 那個30歲生日快樂 大家快樂 謝謝收看我們一點見識 謝謝 哈哈哈 謝謝 嚇我一跳 我想 我看一眼露燈來的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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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謝謝 唉唷 我 eux在這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